透过这个ID 特别重要,如果你假设查一千万什么没有东西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这个前面的ID是不是有做错 因为如果前面做错,当然后面就全部找不到了 插一个字都不行 一定要完全一样,因为ID是唯一的 而且不能够插,一点点字都不行 可能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前面的东西规则不对 后面当然有的,查不到 就是第8空格加第9 这个的话是第6 这个是5减掉4 第5栏减掉第4栏 然后这个是前面三个字加这个run number 去查一下,就查到,最后把它相乘 几碗乘上多少钱,那就可以查到价钱 当然未来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说 我希望 像这个ID,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打 甚至有些是条码,条码就一扫 B,它就自己输入了 其实条码上面的东西就是一串的 像英文或者数字 它就一扫,它就自动输入了 如果你刚好游标放这边 如果我希望类似像这种效果,它B一下 它自动怎么样 它就可以,假设我输入,或者你用打的也可以 它就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话 有没有,类似像这种效果 有没有,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做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怎么做 那我前面讲过,你可以先把这个Booking ID 我刚刚是把它建立一个什么 包含上面的名称,看都是一个向下 用那个公式里面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按确定,建一个Booking ID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边 把这边全部,因为我希望全部都有下拉清单 所以我把它全选了,一直选到最下面 然后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这个范围做什么,清单,有没有 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来源就是变成F3 然后就是什么,Booking ID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它加到这边来了 那第三个就是说,我把程式写在哪里 就刚刚的概念一样 就是写在开发人员里面的什么,哪个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的部分,我写在哪里 我写在我现在的这个工作表的物件 所以工作表物件,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工作表名称叫这个 它的物件名称在这里 所以程式一定是写在这里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不是像以前写在模组里面 一定要写在这里,然后我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写什么 这个工作表当它有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判断说 如果它的target,刚刚是targeting address 哪一个除,因为之前是一个储存格 那现在的话,我是直接判断这一栏 A栏,所以column,有没有 target里面有个column column后面栏的话,我试过不能用A 只能用E,D栏的意思 如果变动的那个是D栏的话 那就帮我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呢? 如果它里面有变动的话 那我先判断一下,里面是empathy is empathy是说里面是不是清空 如果清空的话,那我就把它删掉 反之不是的话,那我就把我这些什么公式 有点像贴公式一样,把它贴上去 然后呢,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至于那个程式,好像有点复杂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想要学习如何自动 带出资料的话,请自行参考一下云端 这都有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删除的话 它就自动删 如果我要加资料的话,只要选一个 它就自动跑出我要的后面的东西 自动带出来 OK,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做出自动带出资料的话 其实并不会很复杂 细节部分,因为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细节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第九页 等于是 那个 饭链管理的相关部分 但是还是有个地方,可能会有个bug 什么bug 就是说 假如说你现在清一个Undeleter OK 可是如果你现在清很多歌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bug 那这个bug怎么办 目前的话有方法可以解 只是说我还没有把它写上去 所以变成说你要锁动 只是当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会有这个地方 可能要把它改成用那个range的方式 不过这个应该是可以再解决的 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待会的话 还剩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个 请各位待会开启325 也就在范例档案里面 看到一个叫325 这个人士分栏的范例 那打开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题就没有办法用微华数 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他根本 他主要是什么 他希望把B栏的这个资料 四个放在这四个 所以他希望入职时间放在这边 而且入职时间前面要把它删掉 留下后面的 姓名留下后面的 功耗内部号码 四个有没有 放在这个放这里 这个放这里 这个放这里 有没有 1234 等于是纵向四个 放横向四个 当然我这边VBA是已经写好了 就类似想这样 清楚 这是VBA的写法 那当然如果不用VBA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 函数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以VLINE是绝对不行 但是如果你用Excel里面的公式 你写完之后发现 好像VBA比较简单 尤其是处理这种东西 VBA其实城市没几行 很快可以做完 但是如果你要用Excel里面的函数 那真是有点麻烦 因为要做很多事情 想想看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这个刚刚的那个部分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动带出资料 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 做完之后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325人士芬兰这些部分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当然第一个 你一定没办法用那个 这个 VL函数 因为它基本上 就完全跟之前的规则完全不同 那只是说如果用Excel里面的公式 用哪一些 Excel里面的函数 用哪一些可以做出这个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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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